金融海啸 風高浪急 來勢沖沖 經濟下滑 事業率飆衝 怨聲四起 到了 與其的愛生態系 倒不如振作起來 一起尋找一些快樂的途徑 一起做個快樂門徒 各位觀眾 新節目 新氣象 這次呢 當然除了我金剛之外呢 還有另外一位美女 不但 說美 她不美 說不美 她也不是那麼不美 就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李美惠小益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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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其實呢 最近呢 就是被一些不開心的氣氛圍繞著我們 就比如說是大地震 大地震過後呢 又是金融海啸 海啸完了又是HVNE 簡直是太不開心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呢 會令大家振作起來 推出一些很快樂的辦法 讓大家快樂起來 是的 所以呢 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節目每個星期 都會有一種以快樂為主題的守則 只要大家追尋這個守則去做呢 不能成為真正的快樂門徒 空談是不行的 要來點實際行動 比如說吃一個豐富的晚餐 你瘋了嗎 這不是飲食節目 剪個頭髮 我們做人這個眼光要放遠一點 例如這個主題是很厲害的 是什麼呢 活出二次元自活 其實二次元呢 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動漫世界裡面的任何事物 那其實呢 現在很多年輕人 喜歡看漫畫 打電動 甚至利用這個空閒的時間呢 去做一個角色扮演 就是我們所謂的COSPE 然後呢 用這個平常自己的身分 但是一到這個世界裡面呢 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我明白啦 就像這個玻璃水瓶似的 看上去呢 是玻璃式的 原來是塑膠耶 至於真人版呢 就有時間囉 香港動漫迷大多崇尚東洋風 因此呢 源自日本的女僕餐廳風潮 也順利成章地垂到香港 在餐廳內 適應化身女僕 為主人送上最體貼的服務 你問候 踏入二次元世界 果然很快樂啊 主人 您好 其實開這個店鋪的時候 是我一位老朋友開的 他本來的意思是想開一個店鋪 能夠給COSPE的朋友 在這個店鋪裡頭一起玩啊 有空間 跟他們一起追在一起 上人時間 工作的時間比較長 他們都很難找一個地方 去聊聊天啊 去玩 在這裡他們可以 找就算女僕去聊天啊 談談她自己的 試驗的事情 女僕咧 怎麼了 我在那邊等那麼久呢 來 人啊 來 人啊 來 人啊 主人啊 不好意思喔 要你久等耶 到底你有什麼要吩咐啦 哇 哇 這 在我印象中的女僕 不是應該很俏麗 很可愛 很像天使的嗎 為什麼你 像我們家那個飛翁呢 主人啊 真的有所不知了 我這種天生例子呢 是你不懂得欣賞 沒關係啦 到底你想吩咐我幹什麼呢 我想要讓你讓我開心 怎麼讓你開心呢 不然這樣好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答出來我就很開心了 好 你說 我問你 鉛筆姓什麼 當然姓千啊 哈哈哈哈哈哈 錯 鉛筆姓蕭 因為蕭鉛筆 哈哈哈哈 訓練有數的女僕 這邊有十九歲 青春無敵的小玲 她熱愛漫畫來閱讀啦 小小的年級 也對心理學滿有興趣喔 呂伯不是工人 因為工人是不會關心主人的 但是呂伯會關心主人 需要什麼的 今天所生活過的 開心不開心 還有他們感情上的所有問題 都會關心的 小小的女僕 還有小凡和水庫 雖然年輕輕輕喔 可是當上女僕來 可是非常認真耶 哪些主人每天想來這裡 都是說一些他們 大多數都是說一些他們 每一天在工作上的煩惱啊 不開心的事情 他們會說他們的老闆 對他們什麼什麼的 令他們比較開心一點 跟他們玩遊戲 為他們剪藥這些 青春上一門化身女僕樂在其中 反串男僕就更具挑戰性 看來二次元動漫世界 對年輕人來說簡直一片樂圖喔 嗯 話說回來呢 我們可別指導他人自欺喔 其實港廠的漫畫呢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呢 都是盛極一時的 不過呢 只是後邊呢 有點回落而已嘛 因為真正愛畫漫畫的漫畫家 不會因此而放棄他的夢想 就算在一個這麼小的指角上面 他都會繼續地畫下去 在小小指甲上畫漫畫這超凡功力 由曾經擔任漫畫師超過十年的潘仲威 將他發揚廣大 他將港式漫畫從紙張儀式到指甲上 只要伸出你的預收 就可以馬上跳進二次元空間 好的 各位觀眾 剛剛你們都已經見識到了 我們現在真正要介紹 最性感的美甲師出來 就是我們的阿威阿姨 阿威阿姨 阿威阿姨 阿姨 阿威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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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小焦 好了 現在我已經坐在這個台上了 我们的师傅准备要帮我画了 好的 我们有几个问题 要先来问一下师傅 师傅 是 这些饮料有什么分别的 这些没有的 这些其实都是普通的眼料 是吗 平时和画公仔那些都有眼料 师傅 那你在画这么多客人的指甲当中 你有没有碰过一些什么 比较特别的客人 试过有一个客人 我帮他做一半这样的 然后他突然眼睛闭闭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 我问他又不说 然后他突然说不想做 就找到了 对了, 然后就找到了 对啊, 那有给你钱吗 有, 但是我们说不收钱 好, 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步骤 我先画轮廓之后 我先画轮廓之后 对啊 但你再撿小位 师傅 你这样做, 你可以坐这么久吗 画的不过的 画很快就过一些时间 是吗 对啊 就是你在画的时间 你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是呀 是觉得, 为什么这么快呢 你轮廓就走了 对吧 那你怎么样从这个画美甲中间 得到一个满足感 就是得到一个开心的感觉 当你帮客人画完的时候 他开心 其实你已经很大满足感了 那份满足感很难 形容 是呀 好了, 现在我要来享受 我的美甲时光了 最伟大的作品完成了 一个小支架就把你美成这样 真的没有风度 你拜托 这个漫画美甲 这个画的是漫画人物 那漫画人物就是适合我们男生 你懂不懂 再看就给你看清楚 看清楚 漂亮一点 看清楚一点 有 看到金刚的那个二次元素 在里面 原来像个女人 我对快乐的想法是想一个目标 然后把它达成 就这么简单 那个这个目标最好是不太容易达成的 那会很快乐 快点快点 哎 金大爷 你怎么了 哟 咋弄热气了嘞 怎么 你的样子好像好生气 谁得罪你 快说快说 我跟你讲啊 你知道我都市人吗 都市人在场什么 就是情绪莫名其妙的烦躁 我现在就很烦躁 啊 我明白了 等我介绍你一些养生之道的 就能让你不烦躁了 那你听你快说快说 嘿 那就是呢 我手上的燕麦片 跟这个亚妈子 你赶快吃进去 就不烦躁了 快点 随随随 当你心情烦躁 胡思乱想时呢 就吃暖和的燕麦吧 它含有水溶性纤维 跟碳穴化合物 有效稳定血糖 令你情绪平和哦 而亚妈子呢 就含有丰富的 Omega-P主要脂肪酸 美 甲 也是维他命B 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对忧郁症很有用哦 你知道吗 嗯 我听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呢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你吃这个糖果啊 喝汽水呢 也可以降低你烦躁的情绪啊 当然失量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说喝多的话呢 你的血糖会提烧 就提高对身体不好 而且还会 呃 这样的 不是很好的 呃 这样是会叫是吧 哈哈 好啦 那算了 我想我还是选择燕麦跟亚妈子 当我的Best of the Friend 好了 好的 各位观众现在看到 我手上这三尊福禄寿呢 感觉是用玉石做的 其实错啦 那他们是用什么做的呢 塑胶 诶 看上去这个磁系的小屏风 好像蛮精致的哦 比较容易摔破吧 诶 原来是塑胶诶 你看 这个没有生命的个体 也有这么多命 更不够是我们人类 不过你在他面前 就会原形毙露 人称食狼的邓子峰 是观众熟悉的知名组成 除了组织技巧了得以外 他还擅长驾驶小型飞机 四驱车打高球牵水 几乎任何运动也难不倒他 喜欢不断学习的他呢 最近就买手撰研的笔记分析 更完成一个有关笔记分析 入门的美国网上摇距课程 是有证书的专家哦 哇 真是真是 普通话证书 风哥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晓得你是有证书的 专业人士 对 那你这个笔记分析 你有证书 但我们怎么可能在你面前 随便乱写字 不然一下子就知道 我们性格是什么 那不行啊 不行啊 其实很好玩的 是吗 你想想你写出来的字呢 全部就可以看到 你的脑子怎样想东西 透过你的字 我可以说得出你的性格 你的人生观 你的生活圈子 你怎样去看朋友啊 怎样去看你过去 怎样去看你未来 全部看得到的啊 那这个重点又来了 我们想问一下 为什么当初呢 你会想要去这个 专研笔记分析呢 我想最重要是当初 我是很希望呢 是用来分析自己的子女 好 因为我想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可以知道他们会不会遇上一些 不开心的东西 会不会遇上一些不好的倾向 就是会不会遇上一些不好的倾向 遇到坏人 对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会不会走歪了 所以我希望从他们的字迹里面 分析一下他们的性格是如何 最少的女儿 最少的女儿 最小的女儿 我觉得他写的字是很整齐 很工整的 相似他人的 他人的性格是很规矩的 很有规矩 很有计划 很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些什么 明天要做些什么 我看一下这封 是, 可能有点点情绪 有点情绪 因为它是平的 突然它的斜度会跌了一点点 然后又回来平的 跌了下来 但是之后又很容易平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情绪 滴这么多一刻, 跌落 但很快就会平复 好了, 风哥, 这个字就小V写的 小V 就他写的 风哥, 接下来这封, 厉害 这封 这个 我看到这样东西 过去跟加拿来都非常有的 不是, 这样是没有位置的 代表它没有什么计划 计划 不会有一步步计划 如何达成自己的目标 是… 你这里没有什么空间的时候 就不喜欢形式 譬如说为什么我看到你 一定要跟你骗手 比较直接 或者为什么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 我一定要穿西装打开 但是你有时候会过火 就是你甚至乎需要到半夜 可能你突然想找个朋友 你都带我给他 就没有什么空间给你的朋友 好了, 这就是我本人写的一个字迹 半夜打电话 其实… 半夜少打电话 其实我真的很少 我真的是非常少 因为现在懂得怎么样去 这个… 去… 去关心别人 就是知道 半夜我不能够打吵到人家 但其实心里是需要朋友 住在我的心里面 是吗 因为我其实是蛮孤独的 你知道一个人的孤独等于… 一个人的狂欢等于一个人的孤独 一群人的孤独等于一堆人的狂欢 你有我的电话吗 我没有, 风 没有, 说 我不给你了 我有电话 经过子风分析 我更加了解 那一个潜在的精装 同时, 我就牛说 各位艺人好友一起看清楚自己 目标一号就是I字 不… 是公字有出头型 无作型 好的, 开始分析了 首先, 他写的I字 I 你觉得像不像公着的公字 没有错 是吗 是的 对了, 就是这个原因 他是非常热爱公着的 所以一定是很独立的 因为热爱工作所以独立 对, 不需要靠父母 靠兄弟 只是靠自己 漂亮 这一点是我可以认同的事情 对吧 我认识你 你赞成吗 我… 然后我觉得公字就是 是, 好像要用这个努力 努力… 努力去赚钱 去赚钱 是, 我觉得是这样 公字嘛 刚才… 对, 对, 对 我们错了, 公字嘛 对 目标二号 陈三冲的真我一面 一样逃不出子风的发言 你看看, 山冲的笔是很特别的 它是中间的字很小的 但凡是有H、有L的 它就上到很高、很大 也有一个循環在那里 再看它低的那些字 譬如说Y、G那类 有牵涉到下面的字 也有一个很长、很大的循環在那里 象征着, 我觉得你有用不原的体能 你的体能是很厉害的 是吗 用不完的体能, 这个我相信 因为它有在泡麻辣松嘛 对啊 你泡麻辣松 所以你在体能方面你会很好 你的想像力我觉得很丰富 你喜欢变的 你很喜欢变化的 对… 希望很多不同的变化 对… 经过子风大哥的详细讲解 我已经掌握这个笔记分析的 窍门跟概念了 这么快? 还有呢, 我跟你讲 这边有子风大哥写的这个底价 那我刚刚也学到了不少 我在那边会各位分析一下 其实子风大哥你看整篇这个文章 是非常的流利 看到没有 他的H跟他的W写得非常的大 第一个字写的大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的慷慨 非常的这个… 他对朋友是非常的大方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整篇文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呢 风哥要请我们两个去吃鲍鱼 我们先定位, 走… 喂… 各位观众, 我还没看金刚的笔记 已经知道它有一点点的… 不多, 一点点的神经病了 相信我吧, 这个是我的证书 鲍鱼变冰淇淋 冰淇淋怎么了?你夏天不吃冰淇淋 我准备带你去吃一些 好吃的冰淇淋新口味 说来说去, 还不够冰淇淋吗 我… 吐了 那… 那是真的玻璃啊 我呢, 原本打算其实是冰淇淋的 不过呢, 现在呢, 我自己去 别生气了 有什么新味道的冰淇淋吃 我就知道你嘴雕 而这家酒店就有最新味道 中国风冰淇淋 请你吃雪糕 怎么样 雪糕就雪糕 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冰淇淋跟平常的冰淇淋不一样 你别看外表 拜托 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一定就是橘子 你想骗我 所以说 一看这个人 就是只看外在 不看内在的人 你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隐藏的身份在里面 可不是普通的冰淇淋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吃过 最浓的木瓜口味的冰淇淋 而且它非常厉害的是里面还有雪耳在里面 让你感觉到这个口感 咔嚓 不是 呃呃呃呃呃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道冰淇淋 让你想象到的二次世界去 好 好 回来了 好 好 你再看看这个雪糕 这个巧克力的没有什么好看的 当然不是了 你知道这个雪糕得问我们的大师傅 这个 对 好 构式这个中国风冰淇淋的真实烹调甜品 经验丰富的秦涛师傅 这一刻的我满怀期待品尝好东西的快乐感觉 正等着我呢 在这边呢 我要先跟秦师傅说一声您真行 你看看 我的朋友都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你很厉害了 喂 我在录影 等一下打给你 拜 我跟你讲 师傅 真的 你怎么会想到要用中国著名的烈酒呢 就是来做冰淇淋 因为这个白酒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龙香型的白酒 然后它不会和巧克力有冲突 不会有冲突 然后你和巧克力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去吃的时候呢 你会吃到很浓的巧克力味 同时你还会感受到酒的那种纯香的味道 我们先来请师傅 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做呢 这步骤首先应该怎么样 热的牛奶呢 加进去 这样的话巧克力会融化嘛 真的啊 然后呢 再继续慢慢地把它搅拌 现在感觉到巧克力已经都快要融化完成了 然后这个是可可粉 可可粉 加点可可粉的话就是说 可以使它的那个巧克力的味更加 更加容易 然后就加一点紧 就这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 就把它冻啊 冻成雪糕就好了 没有 然后要放在那个冰淇淋机里面去打 放在冰淇淋机里面去打 那我们现在就不啰嗦了吧 我们就等着吃了吧 好 好 好 再走 由秦师傅设计的独特中国风味冰淇淋 还有白芝麻冰淇淋 跟茉莉花茶冰淇淋 跟烈酒冰淇淋截然不同的清新味道蛮不错的 他们还有最佳搭配的甜点呢 现在前面有两道甜点 让你来好好的为各位观众生 为我来介绍一下 这两位甜点可是有来头的 其实是淡味跟浓味的搭配 就好像这个 它是淡味的这个白芝麻雪糕 搭配的浓味的龙眼花生巧克力饼 那这边就是浓味的茉莉花茶雪糕 加上这个淡味的红枣蛋糕 先吃淡味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先吃淡味 你吃浓的才会有味道嘛 为什么 但是要搭配地吃 为什么要搭配地吃 我不能分开吃 奇怪 我先吃这个 二次元世界令我找到另外一个自己 二次元世界让我找到隐藏的自己 更让我拥有丰富的美甲 更让我填饱了我丰富的肚皮 刚刚认识到呢 很多像是用这个瓷器啊 银器啊 玉石啊 所做的一些物品原来都是塑胶啊 其实从六十年代开始的 这些塑胶品就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 它不但产量多啊 而且呢原来呢 影响力还蛮大 注意开一个展览馆哦 是的 好了 现在就带大家马上去看一看了 好了 记得下个星期 我们又会有不一样的快乐总值为主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 收看我们的快乐门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